这个治愈系的鼻祖呢还是这个编辑部的故事 编辑部故事当时虚拟了一个杂志的名字叫人间指南 你想人间指南这四个字就是治愈吗 鸡汤文感觉是 对全是鸡汤那是一锅子鸡汤 但是那时候那鸡汤是真鸡汤 现在这鸡汤不是鸡汤是鸡精汤 鸡精汤拿鸡精配的 光有味没营养 想一想去啊 从编辑部故事拍到现在有三十年了 三十年来我觉得人们的问题呢 其实是一个问题 都是处在这一个时代 对这个时代的变迁 对时代的节奏 对时代这个发生的问题 自我不能够很好的去处理或解释 所以就结下心中的机患 我们当时如果要真有一本 人间指南要干到今天 我想是中国最火的一本杂志 对不对 人生有很多问题都需要解决嘛 编辑部故事拍完了 这种形式大家肯定了 然后我们就决定拍这个戏 那么当时为什么要拍一个海马歌舞厅呢 因为那歌厅是我办的 我呢当年被人窜等的 我那时候有俩小钱 干不了大事的能干小事 对吧 那朋友就说 咱呢看歌厅挣钱 为什么看歌厅挣钱 当年啊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 大量的这个 那时候叫国外思潮涌进来了 什么思潮呢 无非就唱俩歌 那时候歌厅刚开始有 你到哪歌厅都排队进不去 那时候到歌厅去 还有一问题呢 先买票 你进门买票才能进去 你里头消费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还保留 当时海马歌厅的那个票呢 那票上写的特清楚 多少钱一张 然后进去以后 管一杯可乐或者橙汁或者啤酒 你只能选一个 喝完拉倒 我妈那时候假装聪明 说做一个市场调查 然后就去各个歌厅看 因为每歌厅到门口都买票 都人买为患 所以想 我们能挣多少钱呢 这太容易算出来了 先属椅子 这屋能摆150把椅子 假设每天晚上 这椅子上都坐着是人 你算150 成门票 这钱不就来了吗 就这么简单 然后他还得喝吧 说怎么能让他多喝 就是隔一会儿 关一会儿空调 这屋里一热 他就买东西 我告诉你 开歌厅的美好人 你记住了 然后呢 这个上的小吃 都得拿盐重新杀一遍 让他闲一点 他得多喝呀 因为你是靠饮料赚钱嘛 然后就开始选了一纸 这纸离我们家特近 为什么离我们家近呢 就是因为我只认得 我们家附近的这点地儿 来的人呢 各色人等 所以你看到了所有人 这社会的各个方面的人 跑到歌厅来消费 一开始我认为 开歌厅 这我们算好的赚的钱啊 一个椅子赚多少钱 他首先他不一定都坐满 这是一 第二来的人不一定给钱 现在你到哪消费 就是朋友 你以不给钱为耻 当年的人是以不给钱为荣 一进来就说 哎 这老板我认识啊 今儿就请客了 谁请客啊 他拿嘴巴让老板请客啊 我有时候晚上一进去啊 到门口转一转啊 首大龄房这么一看 里头人全认的 完了今儿晚上没钱啊 谁也不给钱 不给钱就不给钱吧 还有人要拿东西 我那比较好的朋友 都这么说话 说哎 今儿晚上玩的还不错啊 走的时候有什么能带的 我说这歌厅能有什么可带的 我说顶多就是饮料啊 饮料那给装两箱吧 好他玩一宿还装两箱 饮料走一分钱都不给 这种人很多 那您这歌厅最后挣着钱了吗 挣不着钱 还有这样的呢 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啊 有一人 我历史上可能在什么情况下 跟他见过一面 我就恨我自个儿 凭什么以前跟他见过一面 他招了一帮子人在那儿消费 消费完了以后 有一个人都挺生的嘛 有个人起来要付费 他摁着那人胳膊说 说哎 不要花钱不要花钱 我跟老板很熟的 天下有这么无耻的人吗 我当时都想 我自个儿的心理病 谁给我治愈啊 对不对 我们这开这个歌厅啊 什么都是花钱的 我当年整整扔了43万块钱 那是1990年 我当年这钱 这钱43万块钱 如果当年在这个北京啊 买四合院 我告诉你 一万块钱就买一四合院 两万块钱买一大院子 我当年把这钱全买了四合院 我今天北京首富啊 全国首富不敢当 结果呢 赔钱了 就是 心里啊 这个想起这事吧 凹凹 北京话凹凹 凹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感 什么意思呢 是有自责 后悔 你们俩能安静会儿吗 自责 后悔 惋惜 各种复杂情绪 于一身 这词叫凹凹 北京一土话 这一凹凹呢 我就跟王硕 我说 咱俩走出去 我这走出去啊 我们俩就扶在这个路边啊 路边都是国怀 国怀是开花没味的 阳怀 开花特别香 国怀开花 春夏之际 他出来就点烟 我不抽烟啊 我一扶那树 哗啦哗啦 就掉那个小花瓣 白白的 你那时候心里的感觉 就非常的欺然 赔钱 然后我说 这是肯定赔了 我们这个完败 你知道什么叫完败吗 完败是一个围棋的术语 就是你跟一个人下棋 你从走第一步棋 你就没机会赢 这叫完败 你比如打篮球 说这一场是完败 就是从第一个球起 你就没赢过 如果说你第一节输了 第二节你赢了 第三节你又输了 最后你输了 你都不算完败 就是你还有机会翻盘 我说这肯定完败了 怎么办呢 后来王硕就说 拍个戏可能行 我们就觉得这有戏 因为海马歌舞厅 当时那歌舞厅就叫海马歌舞厅 海马歌舞厅当时依附于海马创作史 为什么要叫海马呢 是因为当时创作史为女的 海马是雄性生殖 所以起名的是 当时我记得特清楚 然后我们就决定拍这个戏 反正就当时你今天看所有的大腕 你在那里全扒了它出来 你看那个于谦 这个于谦原来演过戏 小鲜肉的时候演一个醉酒 那个据说是他经典的段子 你看他现在都是相乘大腕的 当年也都是小鲜肉 所以中国有点名气的演员 那个时代的人都演过海马歌舞厅 包括姜文什么都去过 那么海马歌舞厅 比编辑部故事好就好在 海马歌舞厅呢 它的场所比编辑部更加复杂 它三教九流都会来 你比如罪犯 罪犯一般不会到编辑部里去求助 所以这个海马歌舞厅的 这个场所的限定 对这个剧情是有推进的 会玩吗 怎么着 怎么着 看着 大钱的时候呢 我记得特清楚 第一个拉到大钱的呢 我都忘了是谁联系的了 是烟台北极星钟 你说中国人是这样 计时的东西是分得很清楚的 带在身上的叫表 落地呢 个儿大的 到点就出声的 那叫钟 这钟啊 北极星 北极星当时有钱 那个中央电视台的 这个CCTV的新闻的那 倒数那五秒钟 全是北极星 大大大大大 新闻联播开始 他来了 来了以后呢 他跟我们说呢 他说 这个好办 说你们能不能一开始 门口搁一个 我们的北极星的钟 那钟这么老的个儿了 这么老的个儿了 这么 我们导演追求艺术 导演说这不行 说这门口搁一钟 哪有搁厅门口搁一大钟的 我说你那搁厅 那井搁了吗 他说没搁呢 我说你把井搁大点 留块地儿 把它搁上不就完了吗 你们今天啊 你们今天捣回那片子 你到网上搜出来 你去看啊 一进门就一搁 北极星大钟 搁在那 搁在那以后呢 我们在那吃饭呢 就说 说您这个准备 投多少钱 他说这个 一百万 那时候一百万 就跟今天听着 一个亿差不多 说哇 这钱很多啊 但是大家都强装镇定 说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 一百万 那时候其实 那心脏都跳嗓子眼上 但是得绷着啊 因为这里 这个 我是比较能绷着的 我这个见过的坏人多 所以我才绷得住啊 结果 这个说 那您这个投资 需要什么回报啊 那个人啊 山东人 烟台 山东人厚道 从孔夫子开始就厚道 山东人说 我投资啊 投资 是投资 你这投资 要什么回报 我投资 我一下就明白过来了 我就踢底下所有人 我当时底下一个扫藏腿 把底下人全踢了 我说你投资好 境界高啊 他这投资是不要回报的 就是白给的 他管把钱给你 把这个北极星中搁着 这就算完毕了 叫植入性广告 那时候没这词 根本就没有 谁也不懂 然后呢 这个 然后你这个能不能 你们俩 你们俩有好点啊 然后 他都哼哼了 他不会拿起来吧 过来你把他给弄出去 你把他弄出去 他都哼哼了 他都哼哼了 呜呜呜了 这个 我说哪儿了 投资 投资 从那以后 所有谈判的人都得讲投资 我们上来就说 你投资不投资啊 这投资的这个定义 被我们彻底给改了 然后有 北京当时有一特有名的 这个冰淇淋叫巴喜 巴喜冰淇淋 这我记测清楚 是梁天拉来的 说你投多少钱呢 巴喜冰淇淋说 三十万 三十万也不少了 三十万 你想能买十五个大四个月了 然后说条件是什么呢 歌厅得吃冰淇淋 你们现在看那一系列 谁上歌厅进门就点一冰淇淋啊 有人进来说先来五个巴喜 这比较生硬 结果这巴喜冰淇淋呢 当年还有家庭装 我第一回知道这冰淇淋有家庭装 这么大一桶一桶的 随便吃 每个人吃到厕所排队 你知道吗 年轻力壮 一个人吃一家庭装 这么老大 吃 这个 吃完以后呢 上戏 我们也得对得起 虽然人没过分的要求 但我们拿人家钱 得给人干事 所以就那么着把海马购物亭就拍出来了 所以福祸相宜 这古人说过很多次了 这个福祸相宜 如果你生活中不能自我去判断 你这个福祸之间的这个关系 你有时候真不知道你那祸 其实就是未来的福 你比如我们这赔钱就是一祸 最后这个变成了一个赚钱的可能 你赚钱以后 你想想海马购物亭播出都25年以上了吧 到现在还有人去提这件事 那可见这个事给你带来的效益 所以我觉得 我们有时候不必计较 一成一成的一个得失 现在的人比过去不是更需要治愈 而是现在的人比过去的人脆弱 其实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时代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了 我们今天的时代节奏快 节奏快就显得压力大 然后今天社会又给你定了很多标准 比如标准什么叫成功 我们今天的成功学 就比较误导人的 就是以金钱成功为第一标准 所以你看到今天社会上最成功者 基本上都是有钱的 都是大财主 不是首富就是二富 不是二富也得挤进 什么100强200强500强 你不挤进 他认为你就不是成功 所以这个标准定的太高 咱就按500强 按5000强算上 中国有5000个强人 你想挤进去也困难至极 我觉得人的成功实际上是 先评估自己后评估社会 我们大部分人不会先评估社会 觉得那这人有什么呀 你瞅他那样子 长那样子怎么都发财了 我怎么就发不了财了 他都是先评估别人 你要想发财你先评估自己 你觉得自个哪不成 而不是哪成 评估自己不要说 我特成我这胳膊比他粗 那有啥用 我个比他高 那有啥用啊 你说我那脑袋切个比他花式 那也没有用啊 对吧 你得先说我自个哪不成 你比如说我这人啊 脸皮薄 脸皮薄什么事不敢上去说 脸皮薄在当今社会 是个致命的缺陷 对不对 你走上这个社会 你脸皮薄人家不知道啊 你有话你到嘴边说不出口 你不说人家永远不知道 你得厚着脸皮 人啊 一定要把自个儿这个脸皮 变得厚一点 就是所谓的动感力 对吧 我们老说敏感 敏感 这个人很敏感 你人动感比敏感好 你比如领导批评一句 批评批评一句 就我确实错了 我错了以后 我这个这个这个 我以后改 对不对 我以后改 我以后这个 把这个事记在心里 一个人不接受批评 永远不会成长 啊 惩戒是这个社会进步的 最好的一个方法 而不是引导 你引导没有用 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没有用 我告诉你不该怎么做 这有用 我们下面啊 再看看第二件文物 我们说了 每次都给两件文物 给一件文物 你们不过瘾 过去给一件文物 还现我们展示的时间不够长 以后让你们看足啊 我们先把这个 漂亮的明朝手炉 收起来 来扯去 来姚老师 给我们上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心里很期盼 都是装的 其实我都知道 它是什么 好 我们看看 第二件文物 里头四个 都拿出来 让你们看看 你们还不过瘾 你看这个 好奇劲 来 搁在这 你们知道这铃铛是 拴在什么上算了吗 不是门链吗 这是过去拴在马身上的 你们听听啊 你们把我想成马 就这个意思啊 这个意思颠当着走 这是 我们先说这个东西 本身这是辽代的 辽代呢 我们游牧民族的一只 七丹 它对马上的所有的事物 都特别在意 这个只不过好几个都裂了 如果没有裂 声音会很好 这个铃铛最初的状态 是溜金的 上面有细碎的纹饰 纹饰很漂亮 非常漂亮 有什么 这是 好像是花卉 花卉 我们为什么把一个铃铛拿来呢 铃铛跟治愈有什么关系 你坐下来 我告诉你 这个铃铛和治愈啊 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有一句话叫 解铃还需记铃人 大部分人说解铃还需系铃人 我先纠正你们一个说法啊 这个解铃和记铃呢 是纸拿绳子把它系在上头 然后你再把它解开 凡是这个动作 比如 系鞋扣啊 系鞋带啊 系扣子 这个动作都念记 剩下全念系啊 那么解铃还需记铃人呢 这句话呢 实际上是说 我们心灵的问题 很大程度上要自我治愈 你完全依靠别人是不行的 你自我一定要有调整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呢 今天啊 就是说 我们怎么能够使我们的内心强大起来 我们不要老做治愈的乙方 我们能不能做治愈的甲方 我现在是甲方 我给你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熟人之间 亲人之间也可以清土 但是现在的人更愿意跟生人去清土 生人呢 是面对面也可以 比如酒吧啊 你这个没有一夜情 也叫半夜情 是吧 弄得下半夜最后白白了 这叫半夜情 这个还有就是网上 网上跟一个陌生人谈 什么都能说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那个人根本不知道 他是谁 所以他内心的所有的话 所有的隐私 所有的埋藏心理的秘密 都会跟别人去清土 我们每个人都有秘密 都有不能跟亲人 不能跟熟人说的话 但是可以跟生人说 生人为什么你愿意说呢 你看那牧师 跟虔诚的教徒的关系 就是生人 那牧师过去都是拉一帘子 在帘子那边停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 他就开始心里 都囊囊囊说 我怎么着了 我怎么着了 我真的对不起 我丈夫 那天我丈夫真是出门 时间太长了 我一下没绷住 我跟了邻居了 这事 然后牧师就说 你这个事做得很好 他说怎么这还是一好事 就是我不是说你跟他 那事好 是你跟我说这事好 你说出来的时候 就过去了吗 那你这样吧 你多出去几天 让你丈夫 给你的邻居 这事不就平了吗 我这我胡说 你们千万别这么说 牧师从来没这么说过 因为我没听牧师说过 过去古人是这样 古人实在不行 就奔山里去了 干嘛呀 这古人没什么招 就是寄情于山水 把自个节奏放慢 慢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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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自个给想通了 天下的事 人心里的事 必须自我想通 你别指望别人帮你想通 别人帮你想通 叫假的 来吧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